今天我们来说燕子超水 说到燕子超水啊 大家肯定都会联想到掌法的基本功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是 剑法里面的燕子超水 它呢就是从掌法演变过来的 不同的地方是 我们在练习剑法基本功的时候 它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以拖剑式为主的 另一种呢是以穿剑式为主的 下面我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下面啊我们先说第一个方式 拖剑式的燕子超水 首先我们转剑起式开始 剑指定式 然后扑步 借着惯性 剑指向脚尖的方向往前指 同时拿着剑指手别停 两个手要互相借力 拿着剑的手跟着惯性向前平拖 然后扣步 剑向前盖 剑指这只手顺势滑落 沿着脚尖的方向继续向前 剑平拖 然后借着弹性起来 借着惯性自由落体 继续向前 然后上步定式 这个就是拖剑式的燕子超水 现在呢我们来说第二种方式 穿剑式的燕子超水 起式的时候还是 转剑定式起式 然后直接变成扑步 剑的方向和剑指的方向 在远处交汇于一点 它们两个是一个指向性 借出惯性 同时借力 向上穿 然后外挽花 借着惯性 向下 沿着脚尖的方向 在远处三点 交汇于一点 继续 借着惯性起来 借着惯性下落 借着惯性向下穿 这个就是穿剑式的燕子超水 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燕子超水的应用方式 这个技术啊 它在使用的时候是丰富多样的 它和摇鲁剑很像 但是呢 它们分别应用于不同的情况 摇鲁剑的轨迹是一个U型 一个弧线 把对方拦在圈外的 燕子超水呢 是直接切入对方的中线 走立缘 比如当对方向我攻击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与对方的兵器接触了 那么现在我就要用燕子超水 把对方的武器压制在和我同一个水平面上 大家看过燕子吧 超过水面的时候 是一个接近平行的一个接触面 那么我们在剑法当中也是一样的 这个所谓的燕子超水 这个水平面指的就是 我和对方接触的这一个点的平行线 那么现在我就要走超水的轻快劲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给对方造成伤害了 下面我们来说第二种方式 之前呢 是对方在我的门户外侧 那如果对方在我的门户内侧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第二种方式 走旋转的穿劲 当对方向我攻击的时候 我跟对方的武器接触了 我现在要穿进对方的中线 要切入对方的中心轴 把对方的武器挡在外侧 然后用我的重心和结构去撞低对方 让对方失去平衡 这个时候 钻身给对方造成伤害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是燕子超水轻快的用法 在实际使用当中啊 燕子超水还有一个势大力沉的使用方式 本身八卦剑就长大沉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借助它的惯性和加速度 去破坏对方的防御结构 当我跟对方接触 对方严防死守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就要发挥它常大沉的特性 直接破坏对方的结构 这个时候啊 借着这个势 自己不要将 直接去刺中对方 这个就是它的使用方式 对方说的一切都很难以为是 对方说的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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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说的事是